宝可梦游戏风鸣全台 不过在急着抓宝的同时 可能要请您注意了 新北市文化局就宣布 为了维护参观品质 并且避免危险意外发生 新北市立各博物馆 以及所属的艺文馆展场内 全都建玩宝可梦 不过如果是博物馆外的户外园区 则不在此线 但还是提醒民众 在低头玩游戏时 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宝可梦游戏在台湾掀起抓宝热潮 几乎人手一击抓个不停 但是想要当宝可梦训练大师 有些地方可能要请您留步了 新北市文化局表示 为了维护参观品质 并且避免民众发生危险 新北市立各博物馆 及所属的艺文馆社的展场内 都禁止玩宝可梦游戏 我们所属的博物馆 跟各文化馆社展馆内 都不能玩宝可梦 那特别的规定 就像是像林家花园 国定古籍林本园园地 那因为林本园园 是一个中式的园林 那在那个园林之中 有很多造景 然后也有很多阶梯 或是水池 那那个林本园园地 是园内都不能玩宝可梦 虽然展场内禁止抓宝 但是部分博物馆户外园区 则不在此线 像是宽广的435一文特区 或是13行博物馆的 户外空间等等 但是新北市文化局 还是提醒大家 在户外园区抓宝时 还是要留意 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435一文特区 还有像13行 那它的户外空间 大的这些地方 其实是可以开放 让民众玩宝可梦的 那只有在展场内 还有一些 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 才是不开放的 宝可梦风靡全台 但也陆续传出 因为游戏发生的 补兴意外 而新北市定下了 博物馆和义文馆设 进玩宝可梦的规定 最大的宗旨 还是希望民众 到了展馆时 能够好好地欣赏 一文展品 记者杨邦友 超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